维市工艺测试服务更具效益 建造业工艺测试申请资格调整 于2020年1月1日起生效 中工以及大工的工艺测试都有所改动 中工在申请资格方面 但凡香港居民持有有效平安卡 现需要拥有两年或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证明 或透过完成以下列机构开办之相关认可计划或课程 先符合最新的中工申请资格 申请者提供的工作经验证明 需要是以下其中一项 雇主证明文件 文政事务署宣誓记录 或由认可工会支理事长或副理事长签署的指定表格 除了申请资格有所改动外 测试内容模式都稍有分别 2020年1月1日起 中工测试新增筆市部分 筆市限时30分钟 共10条选择题 筆市范畴包括建造安全知识 技术知识 应用知识 法例及行为守则 职业道德等 大工测试于申请资格上亦有所调整 申请资格上年满18岁之香港居民持有有效平安卡 现需要拥有4年或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或同工种中工资历 以及取得资历更具有至少两年相关工作经验或透过完成以下列机构开办之相关认可计划或课程 先合乎最新的大工申请资格 申请者需要提供以下其中一项工作经验证明 顾主证明文件 或民政事务署宣誓记录 请注意 并不接受工会签法之证明文件 大工测试内容模式 同样分为筆市及实务市两部分 建造业议会 希望透过申请资格及测试内容调整 进一步肯定中工及大工的资历水平 以提高业界应受性